飞弹攻击过后救难人员忙着清理瓦力石块 只是这一次受害的不是乌克兰 而是国境另一端俄国境内的城市贝尔戈罗德 俄国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城市贝尔戈罗德周日发生多起爆炸 造成至少三人丧命 俄国当局指控乌克兰使用极数弹锁定俄国百姓发动攻击 普京的小老弟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也跳出来指控 乌克兰对白俄发射飞弹幸好遭到拦截 俄国入侵乌克兰拿下乌冬大片领土 但乌军也奋力抵抗 俄国城市最近多次发生爆炸 疑似是乌军反攻到俄国境内 只是乌克兰当局从未直接承认 只强调邪恶终究会付出代价 还公布乌军反攻为首 迫使前线俄军放弃阵地 往后撤退的战果 对付俄军的重炮火力 除了枪支 乌军还有另外一个好帮手 无人机 可以负责侦查 也可以进行轰炸 乌克兰坦克重炮虽然没有俄军多 还是能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 士兵描述他们缓慢推进 一公尺一公尺将土地夺回来的过程 在南部战线上 乌克兰也宣布令人振奋的消息 他们对俄国占领的梅利托波尔 发起三十多次攻击 重创一个俄军基地造成停摆 乌克兰人保家卫国 人人都奋勇上战场 这名女排长站前市民律师 现在跟丈夫一起投身前线 捍卫女儿的未来 女排长不仅会带兵 操作破级炮 同样巾帼不让须眉 性别不是问题 年龄当然也无法阻挠乌克兰人 上战场退敌 老爹已经是三个小孩的祖父 面对俄国入侵 决心自己站出来保护孙儿 不过俄国持续靠长城武器 轰炸乌克兰 锁定工业区进行破坏 扎波罗热省的这片工业区 被炸到 只剩下一栋建筑物 还处理在地面上 二军还用了国际禁用的灵弹 在夜空中炸出致命的火花 除了在前线轰炸 俄国也持续以飞弹空袭乌克兰后方各地 不仅造成人命财产的损失 也给乌克兰百姓 精神上带来极大的压迫力量 TVBS新闻与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